这位非洲姑娘不远万里嫁到中国农村 一分钱彩礼不要 甘愿照顾婆家的起居生活 甚至学会了开挖掘机 生活做饭样样行 起初她们的婚姻并不被村里人看好 毕竟两人的文化 肤色都有很大的差异 如今是她们结婚的第四年 她们的婚姻真的幸福吗 这位名叫裴心的非洲姑娘 又为何会甘愿原嫁中国 本期谦虚人物说 带你走进非洲姑娘裴心的中国婚姻 裴心的老家是津巴不韦 非洲最穷的国家 据说由于通货膨胀 当地一个鸡蛋能卖上一元 而裴心的家庭是典型的非洲家庭 生活结局人口众多 家中还有三个兄弟姐妹 父母的收入也不稳定 很难维持日常的开销 不过裴心从小就十分懂事 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的艰苦 甚至主动辍学在家 帮助父母分担家务 为了补贴家用 小小年纪的裴心就做过不少工作 当过洗碗工 做过服务员 只是由于当地的收入太低 没能坚持多长时间 裴心虽然没有学历 在非洲这种人口压力大的国家 不好找工作 但他自己也有拿手的专业 在上学的时候 他主修的是机械工程 各种机械车操作都不在话下 在接连换了几份工作后 裴心的能力被一家工厂看中 成为了工厂里的女司机 他没想到这份职位竟然会为自己带来宁定的爱情 2018年 裴心得知工厂会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团队 前来做陶瓷 为了方便他们的生活 厂里特意安排了翻译和司机去接待 帮他们购买日常生活用品 而裴心则被安陪成了司机 他接待的人正是团队的领头人张超 张超是一个来自中国河南农村的小伙 是标准的90后 父母都是农民家中 还有个弟弟 日子也过得不富裕 尤其是小学时 因为一些原因放弃了上学 为了让他以后能有一门养活自己的手艺 父母就将他送到了陶瓷厂当学徒 在陶瓷行业 张超做了十几年 从什么都不会的学徒 渐渐成长为了成熟稳重的技术骨干 工资也是水涨船高 这些年也有不少女孩子对他表示过好感 但张超都以自己还要打拼事业为由拒绝了 随着年龄渐渐长大 张超依旧是孤身一人 父母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只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儿子去了一趟非洲 竟然领回来了一个非洲媳妇 张超带着团队去非洲工厂接活 本意是为了躲避父母的催婚 但遇到裴心后 一切都不一样 裴心并不想传统非洲姑娘那般 他内心十分的开放 性格热情爽朗 两人相熟后经常在一起聊天 虽然是在一国他乡 但张超却在裴心这里感受到温暖和快乐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 两人暗生情愫 裴心也喜欢上了这个健谈风趣的中国男人 由于语言不通 他们一直用英语交流 即便两人的文化语言肤色有差异 也无法阻止两颗越走越近的心 到了2019年年底 张超在非洲的工作已经完成 即将返回中国 但看着眼前的裴心 内心却百般不舍 他想要带他一起回国 裴心也有此意 好在裴心的父母并未阻拦 张超认为 结婚的事情 还需要双方父母来商定彩礼后 才能提上日程 但裴心却决定 不要一分钱的彩礼 他认为 爱情不能够用钱来衡量 彩礼也不能决定未来的幸福 于是在两人回到中国后 张超第一时间带着裴心 去做跨国结婚的手续 当张超将妻子裴心 带回老家村里后 父母傻眼了 他们虽然一直催促儿子 结婚生子 但真带了一个非洲媳妇回来 老两口又有些接受不了 但目已成舟 他们也只能放下心中的芥蒂 这其中也少不了裴心的功劳 刚来中国的时候 由于不会中文 裴心和婆家的交流 只能通过张超翻译 但张超也有自己的工作 于是大多数时候 裴心只能依靠肢体动作 来猜测大家说的话 更多的时候 则是听着陌生的语言甘着急 为了更好地融入家庭 裴心开始自学中文 几个月后 她的努力有了成效 不仅能够听懂一些中国话 还能和村民聊上几句 当村民们夸她的时候 裴心总会露出两台洁白的牙齿 笑得十分开心 张超家的生活并不富裕 尤其是父母年代 家中唯一的劳动力 只有张超 在她回到陶瓷场上班后 裴心就扛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 在家里烧火做饭干家务 把婆家打理得紧紧有条 不仅如此 她还学会了开挖掘机 有空的时候 还会去附近的工厂里 打工补贴家用 一开始 村里人对裴心和张超的婚姻 并不看好 认为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太多 但渐渐的 大家都开始夸裴心能干 羡慕张超 娶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 其实对于裴心来说 这样的生活算不上特别劳累 她本就是在穷苦家庭中长大 从小就很能吃苦 反倒是嫁到中国后 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婆家认可她后 对她也十分照顾 让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村民也都热情好客 这在非洲老家 是很难体会到的 在大家的热情下 裴心很快适应了中国的生活 在2021年疫情期间她 还主动带着张超 参加了防疫工作 成为了志愿者 帮助村民管理车辆和扫码 志愿者的工作很辛苦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裴心的双手都被冻得干裂 但她从不叫苦叫累 一直坚持着 也有人好奇 她为何要这么坚持志愿者这件事 裴心表示自己的大伯 就是因为疫情离世的 自己也想要为防疫工作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而自己虽然是外国人 但她自认为 自己是中国的媳妇 算不上外人 没多久这件事就被报道了出去 张超和裴心 这对跨国夫妻 很快在网络上走红 网友们都被他们的爱情打动 网友们认为 裴心很有勇气 漂洋过海追寻爱情 是难得的好媳妇 面对网友们的夸赞 裴心也有些不好意思 她认为自己能够嫁到中国 就是最大的幸福 只是有时候 张超会对妻子感到愧疚 自从裴心来到中国后 并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 反倒是每天再为了家庭忙碌 就连彩礼都没有要 于是张超暗自发誓 自己一定要一辈子对裴心好 好在随着短视频行业的爆火 这对夫妻也找到了新的生活模式 如今 他们签约了经纪公司做短视频 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 最近裴心 还打算把妹妹接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 不过婆婆不太同意 原本裴心的到来 就让他们家遭受过不少闲言碎语 再来一个非洲女孩 还不知道又要多长时间适应 不过张超对裴心妹妹的到来十分支持 他表示 一切有自己在 不会让妹妹来中国受委屈 他们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 跨国婚姻本就没有那么容易 最初的爱情很难柔和文化和语言的差异 维持和谐的相处 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的经营和努力 从一开始的不被看好到现在的幸福生活 他们向大家展示了什么是爱情 看着裴心嫁到中国后幸福的笑容 或许这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